美女議員 Hello Hello 又是我 每次直播都是中間斷的 剛才又是不知道做甚麼 那個鏡頭沒有了 應該可以了 是 現在可以了吧 Eva看到了 可以嗎? 唉,我終於可以了 好了,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剛才的直播 我們就會cancel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什麼?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床室 床室 最近這個話題應該挺熱的 我們也有一點點說給大家聽 其實床室來講一向都有 對,一向都有 只不過最近網絡發達 有一點點就把問題放大 另外,其實有很多的床室 都會有這個室 以前我去旅行 我就一定帶一個生寶 哪個生寶呢? 蘿蔔, Tea Tree, Peppermint 一進到酒店房 我就預話不說 我就這樣的姿勢 你就可以教一下我們怎樣 那你開了蓋之後 一放就放在床上 放在地上 現在好一點的 現在很多新式的酒店 已經知道會藏很多的昆蟲仔 所以就不會再有這個 不過滴了也會安心一點 安心一點 而且最重要是放在廁所上 就等牠焗一會 出去購物 晚上 對,晚上下去 自己安心一點 不會覺得晚上睡覺 也不是有人 是有東西咬 有些小昆蟲 今天我們的主題 其實我們上個禮拜已經出了個帖 對 這陣子 真的有很多人去留言 至於那些人留言的話 也有五百多個回應很誇張 對 因為可能問題 現在的話題是很熱 所以就會這麼多人回應 但是開始回應完之後 我們就收到很多一些WhatsApp Facebook的訊息 對 就說有沒有小孩子配方 所以今天 今天就講小朋友 對 就講小朋友 因為很多時候 現在你知道一家大小去 有小孩子 或者有些很小 那究竟如果小孩子去到 用那個床室的配方 會不會有少許不同呢 因為之前如果你們回應的話 可能你們收到我們的一些訊息 我們這些配方 它裡面是有酒精的 這個 其實酒精是比較厲害的 當然 因為可以殺了群 對 但是我們這個沒有酒精 那就是 一樣 大家也是 我想每一次大家都知道 例太都是配方 對 配方 然後 就會拿這個優惠 那 我們 因為有些是新朋友 他們完全沒有我們 所謂的原料 他們希望 真的可以 會不會有這樣的機會 拿到一個優惠 來買整套的材料套裝 因為不僅僅是做一枝的 你可以做很多枝的 因為現在你知道 每個人都不是回大陸 就去外國玩 對 對 每個人一枝300秒 很誇張 每個人一枝300秒 很誇張 而且我記得 我們一出床 失配方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我一列 對 你想想 現在都不會流廣消費 全部都去了外國 的確是 安心一點 這樣 我們 今天 除了打配方 打優惠之外 其實我們同事都會將 我們已經驗醒 因為新眾要求 我們已經有一枝 有一枝 這裡 有一枝 藏室的噴霧 已經是 噴霧 已經出了 如果大家不想做的話 你可以進去 去買我們這個床室配方 這樣 那你就真的噴你的旅行箱 噴你擺在旅行箱的地方 噴你擺在旅行箱的地方 那它會不會拉上我的身 我想 你又不要說得那麼恐怖 但噴衣其實是OK的 因為你不會 你不會只有一個 臀部碰到床的 你應該有穿衣 對 我就怕 所以要噴一下 對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可以噴床單 床褥 湯頭 對 其實我自己建議 有很多床室 其實是躲在哪裡 床褥下面 Sorry 不是 窗簾 窗簾 你完全想不到 因為窗簾是佈的 摺摺摺摺 其實是會躲在窗簾上的 它看到你有一些新的 新的目標的話 它會由窗簾拉下去 拉下去 很多時候我們的行李箱 會近長 還有會打開 對 會近窗簾 所以麻煩大家 自己做了床濕的噴霧 一定要噴窗簾 還有麻煩檢查一下 如果一檢查到 我建議你 最好換房 換房 因為它真的會躲在窗簾上的 還有梳化二 大家都知道 所以大家要記住 總之有布的地方 有棉積品的地方 你都噴它就很穩 其實床室不會躲在 那些 我們說的地板 或者是膠 是最穩的 那些布 對 它最主要是在棉積品 會產生最多 因為它喜歡 它喜歡那個環境 它躲在 還有它的卵 會滋生 產在那裡 然後慢慢繁殖 是最好的 會不會一樣的 對 一聽起來就會 我告訴你很害怕的 就算你殺到 我告訴你 殺到床室 如果它有些卵 你帶回來 也會慢慢 所以這個床室 這個噴霧 你除了預防之外 其實還可以消滅它 那我自己建議 回來之後 就未入門口之前 最好噴多些 噴多些 噴多些 或者是出了門口之後 你都 即是 出了酒店門口 你都第一時間 全身噴一下它 這樣 那好了 今天我們 因為大家都會拿配方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個 小孩的一個 配方 教大家做的 這樣 那很簡單 這個配方 大家很明顯 如果大家打配方 就會拿到我們的配方 那今天我們有兩個 是 教大家做的 這樣 那第一個 我要先看看 那我們會把它 拉下來 這個 這個 看看是否拉到 這個可能Eva 這樣做 是 是 真的嗎 真的嗎 都可以 Eva這樣做 或者我們拿上來這樣做 因為今天我們的鏡頭 有一點問題 那我們很明顯 我們有玻璃瓶 我們 這次 我是教大家 是一個無酒精的配方 帶大家 要預備哪些原料 是要有 Tea Tree花水 Tea Tree花水 本身 殺菌 滅昆蟲 也有很好的幫助 它都會有些 茶色的味道 是的 然後我們就會有 精油乳化劑 也會有三種精油 第一種就是檸檬 第二種就是這個 茶樹 對 茶樹 第三種就是 分衣草 有茶樹 有檸檬 還有分衣草 這三種對於小孩子來說 都是比較溫和 那大家如果要用背方 就記住打背方 那我這裡我就不說 那首先呢 我們就會將精油滴進去 這樣吧 然後就再 再滴第二個 很簡單的 然後再滴第三種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將精油乳化劑 就跟這個份量這樣去加進去 乳化了 對 乳化了先 那乳化了呢 記住這個時候 你要將呢 就 我們看看 可能看不到 都 看到了 看到了 嗯 把它攪拌均勻 這個動作很重要 你看到 你看到 氣味呢 不算很強烈 也挺好 這樣 我建議 譬如說 如果真的有 小孩子 這樣 這個絕對是可以 噴到 小孩子的身 的 就可以防那些床塞 其實不止防床塞 它還可以 然後我就加 茶樹花水 嗯 大家看不看得到 它已經完全融在 花水裡了 是的 已經完全融開了 是的 這樣呢 你就找一些噴霧瓶 是的 這樣呢 就可以做到 噴到的了 當然 這個呢 我建議 因為 茶樹花水 其實就不用 怎樣加防腐劑 因為茶樹花水 本身 已經有防腐的 已經有防腐的效果 所以 如果你在三個月內 用完 你還沒用完 你就放進冰箱 其實可以 保留 半年 至一年 都可以的 因為茶樹花水 是挺好的 即是有抗菌的能力 這樣 你就已經可以做到 一個 一個寶寶用的 一個防床塞的噴霧 這樣 另外呢 好 這樣 這樣 剛才Toby說的 哈哈 她拿個電話 哦 這樣 接著第二個 最多人問我們 就是 咬 如果咬了 這樣 那怎樣做呢 這樣 那因為呢 床塞咬了 其實都 都挺辛苦的 咬得 那個 叫做 就是 都會有出很多 那些 紅點 痕 甚至乎 有時候 會真是寶寶 這樣會爛肉的 這樣 那我呢 今天就教大家 做一個 Relief Cream 那 記住哦 你們打配方 其實有兩個配方 給你們的 那第一個呢 就是 第一個就是 這個 寶寶的 噴霧 這樣 防床塞噴霧 第二個呢 就是一個 叫做 Relief Cream 是給你 給你 不單止床塞的 蚊蟲叮咬之後 都可以塗的 那這個就很簡單 那就 只要我們也都有 這些套裝賣的 這樣 那你呢 很簡單 那你只要有一個 這些 的Base Cream 這樣 這樣 我們那個 那裏 都已經有的了 就是一個這樣的Base Cream 其實你就這樣打開 將所有東西 混在一起 都已經拌勻 就已經OK 這樣 好了 這個Base Cream 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一個 這個比較少 我介紹的 就是一個 濟州島的抗炎組合 我們這個 濟州島的抗炎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很好 其實 發紅的皮膚 敏感的皮膚 癢養的皮膚 其實都已經 可以用它 都OK 這樣 那我就會加 這個濟州島的抗炎 然後 還有就是 雷公根 雷公根 就是 這個金草 來的 這個金草 雷公根 這個 雷公根的CO2的碎水液 就用來抗敏的 抗敏的 有些人就問我 用油 是否OK 因為用油 我經常都教大家 其實這個雷公根 大家經常都錯過 那這個 你加少少下去 其實也是可以 離開到你的紅點 還有它解毒的功能 也都很OK 這樣 那這次就會教你們 用雷公根 碎水液 然後 就會有 這個 金草 雷公根 即是 即是草 是啊 另外 就有一個 金草的 泡泡油 大家 都可以 做到 這個效果 然後 最後 有一種植物油 不能夠不說 就是這個 金大家 用來消炎 尤其是被人咬完 之後 不是被人咬完 被塞咬完之後 用來消炎的效果是很好 還有它止痕 橱紅 紅種 也都可以 而且很適合老哥用的 這樣 接著還有精油 我們有羅金 羅馬金菊 羅金 這裡有羅金 有芬芬 有芬芫草 還有 T tree 都是對 一些紅種的皮膚 有很好的效果 還有有時候 T tree 作用就是 幫你殺菌 這樣 這個配方 其實小孩子 都很適合 大型小孩子 都可以 都可以 很簡單 我也是這樣示範 因為我今天服務的 我們就拿了些 首先我們加了一個 金油 金… 金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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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拿了一些雷公斤的碎茲液 然後 逐樣逐樣去加 這個要給大家看看 拿著 這樣 然後我加了這個 雷公斤碎茲液之後 接着我会加抗原组合 抗原组合 这个抗原组合 接着加了抗原组合 接着你会再加金草泡浸肉 你们要跟我的配方 因为它本身已经有抗原组合 你无论加油和加水 其实你都可以做到那个效果 对 接着加金草泡浸 接着就加金蛋花的油 金蛋花 就是因为里面它那个B胡萝卜白素 接着我们再加一些 蒸油 对了 加蒸油 那 T3 再加浸糖 加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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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鲨鲜 这些都是鲨鲜 加糖 然后加糖 這樣就可以了 很簡單的 這樣就完成了 因為奶油裡面已經有了乳化劑 所以你只要把它全部攪拌均勻 就已經可以變成一些床塞的舒緩膏 這個甚至可以用來塗麵 因為如果能咬到麵都可以用來塗的 我建議塗麵就不要全面塗 焗過茶 你讓它咬到的地方就全部塗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嗎?可以 現在試一下 它是會黃黃的正常的 因為它是下了很多碎取液 它也不會很黏的 很黏的 所以真的可以做到一些 還有它的味道都可以 炆丁和咬的一些奶油 效果都可以的 這樣 好了 今天我們都差不多了 對 我們下次講精油 對 因為這次我剛才也說了 我兩個星期都不在香港 我去了泰國 最主要工作 其實這次真的有很多東西找回來給大家 有些新原料 對 很多的新原料 還有我找到幾間農場 多了很多一些特別的花 還有 這裡也給大家看看 看到這個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樣子很肉酸 這個其實是一個日本柚子 你看到它很豆皮 其實我們擠出來的香味是很香的 當然 日本柚子其實我找了很久 真的新鮮 日本柚子算不算這麼多種 摩皮的精油是最貴的嗎? 最貴和很香的 真的很香的 我會放在公司 在學校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上來可以擠一下它 看看它的生命周期有多久 很香 其實我們都放了幾天 它還很香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 應該都可以放很久 是的 這樣 這次我們有很多很獨特的精油 我們就會玩團購 是一個很特價 我們未賣一個正價之前 我們就會有一個很團購的價 去給大家可以去選購的 這樣 這樣 我們要賣一個關子 其實我們這次會有一些叫做日本的繪木 嗯 也會有加拿大 我不是說我找到一間加拿大的龍場 加拿大的 那它有一些叫做黑雲橙 還有很多不同的橙薯 其實很香的 嗯 很flex的 因為我也少買橙薯的 還有我的學生可能都 這些橙薯有什麼作用呢 所以這次有很多樹的精油 嗯 即是樹 尤其是很高大的樹 剛才Eva也說過 你說聞過台灣的繪木 嗯 嗯 完全不同 日本的繪木 日本是香很多 當然香很多 而且貴很多 嗯 嗯 兩個比較起來 日本是漂亮很多 等於很簡單 嗯 等於很簡單 其實韓國也有柚子 但是跟日本有柚子是兩回事 所以 是啊 所以 我還記得我買這個柚子 其實我是在一個 街市 就是街市買 然後我看到它只有一個 就是400日圓 你知道現在的日圓很便宜 那 就是20元 我覺得很划算 對比香港的物價 旁邊的外婆問我 怎樣做 我很明顯知道她說日文 我不懂 然後 怎知道老闆娘馬上說 哎 把皮批了 可以用來煙窄 然後又可以用來 因為我有個朋友是 懂日文的 幫我翻譯 除了煙窄之外 又可以用來煮菜 或者 甚至乎 因為日本柚子 可以做到很多菜式 嗯 可以用來蒸菜 蒸菜 是啊 而且這次我都 在伊亨那裡 買到一些 日本的手信 就是 柚子皮 乾的柚子皮 用來沾朱古力 包著朱古力 是很好味 而且很便宜 大家如果是 就可以去買 如果現在是日本 那什麼時候 一個這樣的皮 可以做到 有沒有1ml的精油呢 這個都不知道 我還沒騙 這樣 但是應該 我覺得1ml有多 應該1ml有多 這樣 所以我就一看到 就馬上買回來 這樣 那 留意了 我們星期五 就有個直播 所以 大家就留意了 看一下 會喜歡什麼 新的精油 還有純白蘭花精油 是 很香 很香 大家如果有興趣 因為一直 有很多人都會 都會問 哎呀 師傅 那些白蘭花精油 不拿出來買 這次我就決定拿出來買 那我們的精油 是用來混合的 本身 所以現在就可以找到 一些很漂亮的白蘭花精油之後 那我就可以拿出來買 那就可以給大家 可以有一個團購價 嗯 那記住留意了 是 禮拜五的優惠 是很震撼的 所以大家不要放過 這樣 那我們今天都差不多了 對 今天差不多了 記住看第二個直播 不過我們待會也會 CANN CANN 好了 希望下次的直播 會 會 好一點 順利一點 這樣 好了 那今天差不多了 好啊 拜拜 拜拜 拜拜